俄军入侵乌克兰攻势受阻 外界担心 俄国总统普廷有可能会不择手段 动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包括了生化武器跟核武 摧毁乌克兰的抵抗意志 俄罗斯当局日前指控 乌克兰接受美国资助 秘密研发针对斯拉夫人种的生物武器 甚至一状告进了联合国 美国跟乌克兰严正否认 并且指出俄罗斯在散布假消息 是为了要合理化 在乌克兰使用生化武器 跟逊里亚内战的时候如出一撤 另外普廷下令和赫组部队进入高度警戒 威胁西方国家不要插手管事 有人认为他只是在虚张声势 但是有专家非常的担心 普廷出师不力 觉得自己已经被逼到了墙角 可能会铤而走险 动用战术或者是战略核武 俄军入侵乌克兰后 攻势连日受阻 原本计划好的闪电战 演变成遥遥无奇的持久战 外界认为俄国总统普廷可能会不择手段 动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没想到俄罗斯外交部突然天外飞来一笔 俄罗斯外交部指控乌克兰政府 接受美国国防部资助 秘密研发针对斯拉夫人种的生物武器 用蝙蝠的冠状病毒样本实验 还宣称在卡尔克夫等城市 截获相关机密文件 美国在其境内的德特里克堡基地 在境外的336个生物实验室到底干了什么 中国在一旁煽风点火 之以美国也偷偷研发生物武器 俄罗斯更一撞告上联合国 各方在联合国安理会11号的会议上激烈交锋 乌克兰到底有没有研发生物武器 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都说没有看到任何证据 美国承认资助乌克兰的生物实验室 也在战争爆发后 尽力防止实验样本落入俄军之手 不过离生物武器还有一大段距离 俄罗斯宣称的机密文件 经外媒检视 发现只不过是采购清单 提到了碳聚热等样本的实验用进口许可 对正常的生物实验室来说并不奇怪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指出 这是俄罗斯的一贯伎俩 先指控对方使用生化武器 作为自己用生化武器的借口 有如做贼的人喊捉贼 跟过去叙利亚内战时如出一策 你指出如果俄罗斯在美国承诺 会不会有军事的反应 俄罗斯真的有能力动用生化武器吗 俄罗斯的生物武器研发计划 从1920年代前苏联时期开始 一直到1992年终止 不论规模或时间都是全球之冠 包括天花、碳聚热跟马宝病毒 虽然表面上停止计划 但外界推测可能持续至今 另外俄罗斯虽然早在1993年签署禁止化学武器公约 并在2017年据称全数销毁 但俄罗斯反对派人士纳瓦尼 2020年遭人下毒差点上命 扶下的是苏联时期 二名招账的神经毒剂洛维乔克 外界认为幕后黑手真是普丁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警告 一旦俄军真的使用生化武器 将会尝到严重后果 不过普京手上的牌恐怕还有这张 普京在开战前夕掉下这句狠话 外界解读普京这番话是在威胁动用核武 没想到过没几天 普京就下令让核贺阻部队进入高度警戒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海恩斯表示 从1960年代以后 从来没有看过俄罗斯公开升高核武警戒状态 不过核武态势并没有不寻常改变 俄罗斯手上的核弹约有6250枚 数量居全球之冠 其中1400枚核弹头部署在潜艇 轰炸机跟洲际弹道飞弹 普京真的敢丢吗 俄罗斯外长拉夫洛夫不认为战争会升级成核战 外界则是众说纷纭 英国国防大臣华勒斯觉得普京只是在虚张声势转移焦点 不过即便是低当量核武 威力也远远超过传统炸药 更别提核爆后的辐射层 一旦真的用了核武 恐怕会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第三次世界大战会不会因而爆发 得要看美国或北约会如何反应 根据普林斯顿大学的模拟 若是全面爆发核战 短短几小时内伤亡人数就会超过9000万 会不会成真就在普京的一念之间